一个随便的女人,微信上最容易出现这四种特征 林毅最近遇到了一件烦心事 她之前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生,感觉相处不错 而且性格很活泼,于是就和对方在一起了 刚在一起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很幸运 这么容易就找到了一个女友,长得还不赖 可是时间久了,她却越来越觉得不对劲 终于发现女友的反常之处,太随便,太愿意乱来了 最终她终于明白,为什么有的女人是如此的好追 因为她们是不设防的,而对你开放大门 也就意味着对其他人来这部剧 根据她的描述,芝麻君进行了总结 一个随便的女人,最容易出现下面这四个特征 希望大家对照身边的女生,对号入座 1.总是主动加陌生异性好友 如今在微信上,和陌生人交友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除了直接加好友,还可以通过摇一摇,搜索附近人这样的功能 老实的女人轻易是不会使用这些功能的 而她们的朋友也都是认识的 但是像林毅的女友小田就不一样 她愿意加陌生人的异性好友 按照林毅的夸张说法 她去学个车,加个异性比我大学四年加的都多 正因为这样林毅才对自己的女友产生了反感和怀疑 无论什么样的男人,都没有办法接受女人接触太多其他异性 2.经常和异性聊骚 前面已经讲过了,小田加了那么多异性 很显然是有别的目的,有的人可能会为小田开脱,觉得只是认识一些新朋友而已 实际上所有愿意加异性的女生都免不了疗骚 不存在那种我就单纯认识个朋友 这样的女生不会加那么多疗骚 小田第一次被林毅发现疗骚 是在晚上的时候看到有人给她发信息叫她宝贝 而这让林毅十分恼火,让她赶紧把对方删了 小田不肯,两人因此大吵了一架 3.喜欢发性格裸露的照片 这是林毅更不能忍受小田的地方 凭心仰论当初通过谋软件认识小田 主动搭线也是小田在发健身的照片 林毅看了很心动 可是在一起之后,林毅并不喜欢小田分享自己的身材 而且有些画面实在太香艳 容易引起其他人的误解 总是说她不听,让林毅觉得小田是不是就是故意吸引一星目光呢 4.和其他男人约会 朋友之间有约很正常的,但若是彼此都有另一半 而且是异性之间,显然是要避嫌的 最终林毅受不了小田 是她在微信上和一个男生聊得很好 对方邀请她去听音乐会 小田说她期待好久,所以要去赴约 林毅未知痛苦好久 她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小题大做 但是她最终还是想明白了 她对小田说,如果你要去,我们就分手 而小田只是说了一句,她有病 就毅然决然地赴约了 林毅在和我倾诉的过程中 一直问我她到底有没有冤枉对方 而我的回答很坚定 小田就是和她玩玩 并没有想长远发展的想法 并且和小田这样的女生在一起 感情不会长久 一个女人如果已经和男人在一起了 却还是不懂得和异性保持距离 内心肯定是有不安分想法的 即使暂时没有发生什么 也会有很大隐患 这不是恶意的揣测 这就是真实的人性 就像门中的小田 如果不是为了勾打其他异性 为什么会有如此表现呢 而这样的表现就注定了 她以后不会老实 所以这样的女人能分尽快分 再漂亮也没有在一起的价值 和她在一起久了 你早晚会后悔自己的选择 心 miel 心ืots 让这个证明 了 二位小生